隔空握手 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邱毅仁 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乔光夫 展现台日友好情谊 第45届台日经济贸易会议正式展开 日本最关心的就是福岛地区食品解禁 台湾交流协会议正式展开 了解是没有时间表 因为就是说会不会谈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还要再去磋商 然后即使谈了到底要谈多久才会有结果 也不知道 没有什么强意呢 我想日方这种提法已经提了好多年 尊重并且配合食安主管机关 他们的一个专业的判断 我们会根据国际的规范 还有科学的证据 并且参考其他国家相关的做法 日本不断关切 让开放福岛地区食品压力山大 也只剩下时间的问题 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 有台湾执政党国会议员认为 最快今年1到3月间就会解禁 因为台湾争取加入CPTPP 日本的态度是重要关键 日本从参加CPTPP的谈判以来 就扮演关键地位 并发挥领导力 使得CPTPP能够顺利完成签署 并生效 虽然日本表态欢迎台湾加入CPTPP 不过恐怕开放福岛食品 就是关键因素 而主管的食药署也强调 会依照国际标准严格把关 台湾的食安跟经济持续拉锯 欢迎新闻 叶秉杰 杨纸玉台北报导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静和 台湾in or out 北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脉动